现在在我们手上 唯一和毒品有关系的人 就是彭国中和快三 这两个人 是我们唯一有力的突破点 必须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人你们都审过了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想什么说什么 不成熟的也行 这两个混蛋东西 有用的话一句也没说 说话文明点 有事说事 你们看看 快三那个熊样 整个就是个下三十的小混混 他具备杀人的胆量吗 杀人这事 也不是一般人能办的 就说 顾兄杀人吧 也得找一个能办成事的人 说不定是我们自己人想太多了 这也就是个普通的小事 里边见多了 蓬勃中太嚣张 那小子白天不敢招惹他 只能趁晚上 用一些下三滥的小动作 来发泄一下自己的私缝 这些也都符合人之常情 黑胡 你平时一棒子打不出个闷屁来 今天话多是吧 不过一句都没说在点上 你自己审不出个自无毛友来 你就认为是件小事啊 你负责任吧你 你这什么话你这 行了行了 现在案子暂时遇到了一点困难 大家心里着急 有些情绪可以理解 可是说话办事能不能控制一点啊 也不是干了一天两天警察了吗 好 说正题 废话少说 我就是有一种感觉 就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继续 如果快三 只是个下三流的小混混 那他就应该跟其他囚犯一样 去讨好朋友才对 他为什么又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凭我以前办案对他的了解 他是那种奸化 没力是图的人 可是上回 他为小秋注射冰毒 差点害死小秋 他以为是用量过大 杀了人 到处躲躲藏藏 多怂啊 这说明他有报复心强 但又没胆 有没有胆量要看他喂了什么了 秦晓楠 你怎么不说话 冠军 这问题很清楚了 有什么可说的 少说没用 快点说 你看啊 这彭国中是个大毒枭 现在被我们抓住了 那么跟他合作的人呢 就感到的危险 要自保 所以要杀他 快三就是他们派去杀人灭口的人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 快三似乎并不想真的下毒手去杀彭国中 方姐 方姐 我认为七号男说的对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无论是彭国中 或者是快三 都审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们从头想啊 彭国中为什么来泰匹 而且竟然有人在我们警方的眼皮底下 貌似相救 彭国中归了岸 却反而向 断了线索 这里边可就有脚头了 我们不能只从表面上看问题 而应该有一个大胆的想象 好 那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现在问题的关键 是这两个人撕咬着牙不松口 为什么不松口 因为不害怕 为什么不害怕 因为他们认为太平是他们的天下 根本没把我们太平时公安军放在眼里 自认为自己的实力超越我们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退一步 谈判能不能海阔天空 怎么个退法 你的意思是 还是我建立特别行动队时提出的那个理念 要争取第一速度 第一 是相对而言 和谁比 当然是我们的对手 既然他们觉得自己强 那么我们就在第一时间退一步 避开他们 怎么个退法 把彭国中转移到其他城市 真有你的官军 你这哪是避开他 你这切断了彭国中的能力根基和心理防线 异地审讯 对 异地审讯 马上就办 好 准备出发了 是 弄场千万要注意安全 这个押送非同小可 不能出半点差错 您放心吧 我又不是一字两字搞押送了 还是要谨慎 是 我去省里开两天会 你有什么事没有 我可以帮你转达 没事 我很好 要是您方便的话 请转告他 保重身体 好 去吧 是 要出发了 小辣子 小辣子 太阳了 太阳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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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南 你是在哪儿啊 在单位呢 怎么了 你 你没事吧 我能有点儿啊 你怎么这么怪啊 出什么事了 吓死我了 刚才若南急匆匆的过来 说你出了车祸 让我赶紧给他筹钱 这不 我到处跟同事乱借 凑了几千块钱 可是他一走我一想 这事也不对啊 这不赶紧给你打电话吗 这个小王八蛋 没钱花了到处忽悠 这回好骗到自己家人头上了 不是 你傻啊你啊 他的话你也信 真行 这不 我一听到你出事 我整个 脑子就不在服务区了 吓都吓死了 没事 算了吧 给就给他了 找机会再收拾他 可那么多 算了 你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 我争取吧 那好 那我一会儿去趟超市 给你买点好吃的 回来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嗯 好 再见 好 再见 嗯 坐吧 我看你去看我 你怎么打败的 我跟着我 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我都没了 我做到 你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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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claro 好 现在吗 好 给齐奥男打电话 喂 你是谁啊 你是什么意思啊 啊 你想干什么 你必定要这是什么 人一号 你藏口在听电话呢 赶紧让他来救你 说话 要你 说话 你听我说啊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但是你们的目标是我 有什么事朝我来 你养了呗你 说话 苏慧 是你吗苏慧 秦警官 你是 你 听出来了啊 这帮忙八蛋 有主的趁我来 您放心 不会对您 父亲怎么的 苏慧 苏慧你听我说苏慧 苏慧 哥 苏慧 苏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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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三位已经交代了 不要闹出事来了 我知道 我 又想把他绳子解开我 我看他多大本事 别打我 我给你解开 我给你解开我 我我看见有什么本事我 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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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 知道了 七队 怎么了 快 车祸 彭郭忠跑了 这帮汪八蛋给我听着 再敢动我媳妇一下 我他妈饶不了你们 怎么了 苏慧让人给忘了 你赶快去 不 先去车祸现场 你把苏慧的事 跟刑警队交代一下 然后到现场跟我会合 你去嫂子那边 这边我去 别废话 就这么定了 方局 彭郭忠和快三跑了 什么 怎么回事 胆子也太大 出现了车祸 一辆大货车 和一个客车撞上了 伤了十多个人 咱们人下去救人 那两个家伙趁机跑了 现场车祸处理的情况 怎么样了 具体情况还不知道 我现在正往现场赶呢 嘉玲呢 据传过来的消息讲 嘉玲应该是追下去了 好 你赶紧去追 救援第一 抓紧事件 一定要保证家里的安全 需要什么支援 直接给我打电话 是 救援第一 救援第一 得 first 第二 救援第二 isters 没有 今 出事 发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你把药给了 不是给我你 休想起啊 死你 别动 走吧 跟我发什么脾气啊 你让我去哪儿 他吞了 怎么办 背了 我背 我背不动 好好好 我背我背 帮忙啊 快点 我吹什么嘴 你来试试 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 今天之所以开这个会 就是因为我们省最近一段时间 有几个地区频繁的出事 而且都是大事 怎么一个个都黑着脸 是不是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那我就问问你们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省里出事最多的是哪个地区 都不说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就点名了 就是太平市 太平市最不太平的地方 太平市公安局局长是谁 关苏山 站起来吧 让大家都看看清楚 怎么了 是不是以为有了出头鸟就没自己什么事了 是不是以为我要狠批关苏山了 但是我告诉你们恰恰相反 今天我就是要表扬关苏山 的确 太平市出事最多的地区 贩毒集团猖獗 嚣张到直接挑战我们公安机关 又有警员差点牺牲 搞得人心惶惶 可就在这个时候 关苏山临危受命 一上任快刀斩乱麻 很快就抓住了全国有名的大毒枭 同时还牵出了幕后贩毒团伙的线头 很有可能通过这个线头 就把贩毒团伙编织了多年的大网 一下子给揪出来 这样的同志不值得学习吗 这样的同志不是榜样吗 要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 对不起 接吧 喂 方局啊 我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正在开会 我尽快回去 又出事了 你帮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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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疑人 在送往异地审讯的途中 球车被撞回 犯人逃跑了 你说你算怎么回事 配合得挺好 我刚刚开始表扬你 你就给我捅娄子 这是丢你自己的人吗 这是打我的脸 厅长 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对不起 你这不是对不起我的问题 你是对不起太平市五百八十万老百姓 你怎么跟人家交代 说一个公安局长连一个犯人都看不住 我都替你脸红 算了 说这些也没用了 赶紧调查情况抓捕罪犯 不然我就撤了你 那我现在离会了 厅长 快走吧 人都跑了还开什么会 没了 没了 你个小狼儿 看上去挺温柔的 怎么跟他妈一头母狼似的 找回那废话 我还不信我那女儿 我手里 不信不疼啊 算了 算了 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别惹出麻烦了 你可担担不起这个责任 快走吧 你还真的 骑浩男来救你 我警告你 李浩 不准你再打骑浩男的主意 是我绝对 那你也想去 你犯了 不准你 在骑浩男的 你是在骑浩男的 你能在骑浩女的 我去就是吧 头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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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齐队 跟牛吧 你平时不是把他吹天上去了吗 现在怎么了 味都闻不出来 连个狗最基本的功能都不具备 那你能怪他吗 怪谁 人一般过了水 狗都闻不出来 分三个组 继续找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可真是运气好捡回了一条命啊 头部受到猛烈撞击 而且又被污水侵泡 导致身体多数受到感染 撑着这口气送到医院 已经是个奇迹了 而且还是个女同志 你这病可真够顽强的 是啊 这姑娘平常性情就比较刚烈 你可得多注意点啊 你这脸色不是太好的 自己得会照顾自己 抽空闲忙的 你就多睡一会儿了吧 整天忙忙道道的 一大摊的时候焦头烂额的 哪有时间睡觉 你不用不听我的 你要是累趴下来上我这来报道 我看你那一大摊事可怎么办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啊 答应的挺好 从来就没认真听过 好 我下去了 我下去了 老婆 您这么回来了 我看看 上得不厉害吧 没事 快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